您好 欢迎来到华氏会客室 我是黄兆辉 说起电脑防毒和网络 咨询安全软体 成立于1988年的趋势科技 目前全球营运的据点 便捷65个国家 旗下员工有将近7000人 失事界级的网络咨询安全软体公司 他的三位创办人 都是道地的台湾人 包括张明正和陈怡真夫妻党 还有陈怡真的妹妹陈怡化 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 就是现在担任趋势科技文化长 以及趋势教育基金会董事长的陈怡真 陈怡真是台湾南投人 毕业于台大中文系 之后在美国攻读资讯工程 她不但长期支持 推动台湾各项艺文活动 也致力于提升台湾心理资商师的职能 呼吁企业要关心员工的心理健康 张明正与陈怡真 共同创办的趋势科技 核心精神是顾客至上 拥抱变革 团队合作勇于创新 还有值得信赖 然而要将这些企业的理念 代化为员工的核心价值 陈怡真说 她靠的是文化与艺术的力量 究竟怎么做到的 带您来了解 跟着陈怡真走进剧场休息室 她忙着替演员加油打气 因为他们马上就要粉末登场 没有一句对话的末剧演出 全靠眼神表情全是 舞台上只有一张桌子 演绎在暗房里打斗的桥段 这出最经典的京剧武器 三叉口考验演员的能力与身法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新生代好不容易有机会 展露身手 全靠去世教育基金会 这二十年来积极推广传统戏曲 戏曲人的身体跟一般人不一样 因为我们从小十岁就要训练 所以我们的手演身法部 都是要通过很长时间的磨练 那很多人说功夫功夫 譬如说我要去你家 有功夫上我家去一趟 那这就是一个时间 那时间就是 你要花很多心力心血汗水 银放在上面 放在楼下 除了为戏曲文化注入心血 他们也为艺文工作者学中送炭 真正要做到对文化艺术的推广 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很真诚的心 尤其他对年轻的这些从业人员 是非常非常有爱心的 那真正跟他合作的 应该是去年的疫情开始 他看到所有在外面的艺文团体 年轻演员 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任何的收入 也是过得蛮凄惨的 那他有一个怜悯之心 他很希望能够帮助这些艺文团体 能够有一些收入 像是白先勇 吴胜 朱璐豪 你想得到的国宝大师 都曾出现过趋势的文学讲座 或是剧场 藉由他们协助来把艺术文化 推到每个角落 艺文範围到底在哪里 其实是锁定在文学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戏曲 就算是戏曲 它也是跟文学相扣的戏曲 那我们如果是做戏剧 戏剧舞台演出 也是跟文学相扣 因为像我们做五大文豪 或者是各个朝代的文学相关的 其实我们都是尽量 把它是扣到文学上的 身为文化长的陈一珍 用科技创新的视野 启发更多艺文的可能性 也为台湾打造深厚的文化背景 华华新闻请选 王英修 蔡长刚 专题报道 欢迎Jenny姐 Jenny姐您是趋势科技的 共同创办人 也是趋势科技的文化长 文化长这个职称非常有意思 这是您自己发明的名称吗 应该说是当年我先生从 趋势科技的执行长退位以后呢 我们就各自负担不一样的事 那我先生张明正就变成当董事长 那比较负责公司的培训等等 那我就本来我是负责全球人士 然后跟全球行销 那我要退下来呢 我就问我的高阶主管们 说那我就继续担任一个 叫做Chief Cultural Officer 就是文化长的职位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在全球 高科技也没有人有一个 这样的特殊的职称 所以对吧 也可以说是我自封的 是 所以文化长 您在趋势科技做了哪些 跟文化长有关的事情 我们当时候趋势科技 大概有1500多人吧 全球 现在6000多人 那我就问大家说 你们认为 如果我要继续保持 趋势科技的文化 那作为一个文化长 你会期望我应该做什么事 所以是从这样子的一个 调查开始 然后列下我自己慢慢摸索 那么这么多年来呢 就给自己的职位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对内的 那对内的当然就是对于我们自己 趋势科技内部的文化 要怎么样能够与时并进 而且有助于我们公司的经营 那另外一个就是对外的 那就是我们如何把我们已经有的这些资源 能够对外延伸 然后把我们内部很好的文化 也能够对外传播 帮助别人 所以就有CSR 就是包括了 对 企业的社会责任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 我自己对于文化艺术的喜好 所以就比较常举办这一类的活动 赞助这一类的活动 是 趋势科技有什么独特的企业文化 总结起来我们有几个核心的企业文化 我们也是经过多少年的改变呢 现在叫做3CIT 那三个C呢 第一个就是客户 就是以客户为尊 客户的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有Change 就是一定要改变 你在高科技业怎么可能一成不变呢 所以你要能够随时改变 调整自己的步伐 然后第三个是Collaboration 那就是团队合作 尤其我们是很国际化的公司 我们需要跟所有 其他各国级的单位的员工合作 所以Collaboration 那I呢就是Innovation 就是创新 那创新当然就是 不管是在服务或者产品 或者我们自己的做事 方向等等都要随时有一个创新的概念 这样 然后再过来就是T 就是Trust Worthy 就是你要能够让自己值得被信赖 尤其居士是一个防毒软件 是防毒 是保护网络安全的嘛 所以你一定要追求是被信任 能够被信任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 五个最主要的我们的文化价值观 所以文化长要帮助企业内部 来凝聚这个企业文化各种共识 然后向外推广 是不是这个文化长任务 也包括要让这些科技的 通常说是宅男嘛 那些女性也不少啦 对不对 就是能够让他们更有文化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任务 我不应该这样子讲啦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文化嘛 那我就发现说 在感性与理性之间 真的学文的人跟学理工的人 有所脑有所 大的差别 对 但是呢 即使是高科技的 即使是这么理性的行业呢 你都需要创新 那创新要来自于哪里 其实很多就是属于文化艺术 它能够陶冶你 能够启发你 让你用不同的方向去思考 所以其实也还是有帮助创意的 具体上怎么做 具体上 就除了其实很好玩 我们每一次 在开国际会议的时候 然后常常都会要我去 做一个专题演讲 那我 比方我就讲孔子 讲论语 然后当然会引到 高科技的文化等等 那大家就非常惊讶这样子 或者是私底下 我邀请他们去看歌剧魅影 或者去看金剧 我就教他们看金剧 跟你们听歌剧不一样 你们听歌剧要安安静静的 然后不要拍错了手 但是我们看金剧可以随时鼓掌 那这样呢 其实又回到企业文化 就我们需要注意观众 注意我们使用者的回馈 就是feedback 我们需要及时的回馈 有这个回馈 我们才能够及时的 或者做一些调整 或者更加强这个动作等等 那就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方式 然后还是把它连接到 跟我们的企业文化 跟我们的做事方法 跟态度有关的 去做一个加强吧 是有没有什么 让您印象很深刻的例子 有没有工程师发明了一个 或是写了一个什么程式 或做了什么事情跟您说 这是因为受到这个您的 我觉得这种是很难直接的说 不过呢 我们曾经就是我们在菲律宾 我们就有一个帮助菲律宾的社区 整个转换 帮他们的贫穷社区建设 然后转换成比较好的一个社区 这样的活动 然后我们叫做Global Citizen 就是世界公民计划 然后我们就邀请各国的趋势人 去做义工 然后在那边住七天 帮助他们盖房子 种草 然后教他们的小朋友英文 唱歌等等这样子 那么我记得有一次 一个礼拜之后 有一个在挪威的工程师 就跑来跟我们的人事部说 他终于找到他真正 有热心要做的事 他要辞职去做 专门做这个制服 那我们的HR就跑来跟他讲说 这怎么办呢 那这样子我们反而损失了很优秀的人才 他不干这个 然后我说没有关系 如果他现在真心想要去做的是这个 我们应该鼓励他 那他将来也会发现用他的专长 去帮助这些贫穷的社区等等 也许是更有利益的事 您提到这个我在想到趋势科技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价 叫做志工价 一年有三天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们就是想鼓励我们的趋势人呢 他们都可以多多去跟社会接触 能够真正的对社会有贡献 然后帮助比我们贫穷落后的国家 或者是小朋友学生等等 那比方说在台湾呢 我们就让工程师去天区的天乡的地区 去教小朋友写程式 然后设计电动车 然后可以驱动他等等 那这些这种事情 如果你要他们自己请假 那真的是他们就等于有所顾忌嘛 那我们就说好 我们给你志工价 那志工价连着礼拜六 礼拜天 这样你就可以一整个礼拜都在那边 那我们这样子提供呢 其实反应非常好 就是我们的趋势人 他反而觉得因此更有向心力 他觉得公司不是只为了盈利 我们有一个目标 我们有一个善 想要大家朝那个方向去 您在两千年的时候 两千年 成立了趋势教育基金会 可以谈谈为什么当时 想要成立一个这样的基金会 我是希望能够 把人文跟科技结合在一起 然后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趋势 我们一开始就是跟蒋轩老师 跟林怀宁老师 跟白显宏老师 黄春明老师等等 就开始有了接触 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我跟白显宏老师合作 我应该说是我追随他 然后一起推动青春版牡丹亭 这个昆曲的复兴 对 昆曲的复兴运动 那当初当然是白显宏老师跟我们牡丹帮的整个创作团队 一起创作了这个青春版牡丹亭的剧 然后我加入以后呢 就是希望把它推到西方世界 那我那时候我常常讲说 你看我们全世界都知道莎士比亚 可是在同时期的汤贤祖 我们昆曲的这个编剧大师 有几个人认识他 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衡的状态 那我就希望说 能够把我们很美的昆曲 也带到国外去 让美国 让欧洲的观众 都能够多认识东方的文学艺术 所以我们看到 趋势基金会有一个趋势文学剧场 也是跟您中文系的背景有关 是的 我们当初这个青春版牡丹亭 都是我们台湾顶尖的艺术家 比方说白显宏老师 西松老师 欣艺云老师 董阳之老师 王瞳导演 张淑香老师 吴素军老师 这些都是台湾顶尖的艺术家 整个团队过去 然后帮忙创造了这个青春版牡丹亭 但是演员都是苏州昆居园 然后我们也在大陆的各个学校演出 那么再回到我们台湾来 因为我也是台湾人 我是南投县吉吉镇出身的 我就想说 那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 也来帮助我们台湾的艺术演员们 作家们 他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然后我也希望把这么好的中国文学跟艺术能够带给台湾的观众 所以我就开始在趋势教育基金会里头 最开始是做苏东坡 因为我最喜欢他 觉得跟他最有相应 我喜欢他那种很豁达的人生观 所以就开始 宠入不惊 对 宠入不惊 然后能够很豁达 也无风雨 也无情 那他的文学又是那么的精彩 人生观也是那么的能够启发人 所以我就跟师大的教授 陈一芝老师 他是诗人教授 也是中文系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导演叫做李毅修 他也是中文系的 然后后来读了北一大的编剧导演等等 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合作 然后编了《东坡在路上》 这样子的一个经典文学 所以您也有参与编剧 有 第一次是在国家图书馆演出 结果五百多个座位 几近了七百多个人 演了两场非常轰动 大家都很喜欢 我们受到很大的激励 所以就开始每一年开始做 趋势您还做了很多影音的内容 在网络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当我们开始做的是 很多现场的演讲 或者剧 或者是各种活动 都是现场聚集的 但是那个现场的美妙 就是人聚在一起 有一种人气 有一种现场的气氛 那个感染力很强 但是之后 就有很多人没有看到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回问 所以我们就开始每一次都有录影 然后经过录影 我们再把它放在我们的影音平台上 总想到疫情的冲击 其实对于剧场 还有很多艺文工作者 全球都是哀鸿遍野 对 您有没有想说 在科技上可以怎么样 再跟你协助艺文的推广 其实就是2020年 你记得吗 好像是三月的时候 就忽然间有一个音乐家染疫 然后我们就全面地停止 所有演艺场所的演出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认识很多这种演艺人员 什么 那我就看到他们在脸书上讲说 天啊我们要吃土了 怎么办呢 然后甚至连京剧天后 魏海敏都跟我讲说 突然之间我没有演出 我怀疑起我的价值了 我有什么价值 在这个疫情很严重的情况底下 我不能演出 我就不能服务 那我就没有价值了 那我就开始想 也许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就跟国家图书馆合作 在它的B1的那个演讲厅 现在已经被我改造成 多功能战业厅 那我们就讲好说 做好一切防疫的准备 那观众一定是安全距离 所以只准100个人进去 然后我们就用现场直播的方式 然后邀请那些 等于是自由接案的演员 因为他们最惨 所以我们就不停地在国家图书馆 每个礼拜 周末就演一场戏曲 然后从4月一直演到6月7号 解禁了 然后再多演了两场 所以总共有七场戏曲的转播 然后另外一场 那音乐家也一样 音乐家也一样没有得演出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 办公大楼里头 开放了一个会议室的空间 然后只30个人在现场 然后也是现场转播 那结果后来那一阵子的转播率很高 然后很多人就说变成了一种习惯 礼拜五晚上就守候着 等我们的国乐团的演出 然后礼拜六 礼拜天 就等着我们戏曲的演出 那也达到了一种疗愈的效果 同时也给这些演艺人员 这些音乐家们提供了一个表演的场所 那我们自己呢 也等于训练了自己做直播的能力 除了这个线上直播之外 您认为科技还可以怎么样呢 在艺文产业在帮助他们的数位转型上 有一些协助呢 我觉得不在于那个布景 或者灯光或那些东西 而在于说你怎么样帮助大家做好宣传 能够走进剧场花钱买票 那这些方面都是科技很可以做好一个 基础的平台来帮助的 那另外就是如果说回到 回到我们科技界的话 那这整个疫情是改变了我们这种 国际经营的形态 因为我们往年不知道多少场的国际会议 一直飞一直飞 现在都不行了 那所以完全是透过Zoom 透过这种视讯会议在做一些沟通 那这方面当然里面就也有很多 危机存在 有很多病毒 治安的问题 或者你会被害 治安的问题 那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尽力 应该要能够预防的事情 陈怡珍和张明正的创业路 是从自家的车库开始 而事业的成功并没有让他们忘记 其也应该有的社会责任 2008年起 趋势科技每年都提拨1%的税后盈余 来从事全球公民计划 协助各地救灾和社区改造 另外他们也成立了社会企业 运用科技培训生长人士的就业能力 让他们自食其力 他们是怎么一步步追梦 继续来看陈怡珍创业的历程 如胶四旗 康丽情深 用来形容张明正与陈怡珍 这对夫妻是再适合不过了 他们共同创立2020年夺下台湾国际品牌之冠的 防毒软体公司趋势科技 两人一起逐梦 一起追梦 相如以沫走过美道创业关卡 给内部员工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有点像是 像我们在看华龙舟 华龙舟的时候是很多人一起画的 张明正可能有点像是那个棋手 因为他一直在我们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大家就一个精神指标 会跟着他一起往前走 那陈怡珍有点像是那个打鼓的那个人 让我们大家步调可以一致 趋势科技最初由张明正 陈怡珍 以及她的妹妹陈怡化三任组成 利用自驾车库当办公室 由于办公室没有厕所 有时约客户来谈生意 还得到附近素食电商界 就这样闭入蓝旅 趋势科技从防毒专家成为资安大厂 趋势刚炒创的时候 他们那夫妇两个人 因为担心家里没有收入啊 所以陈怡珍女士一直在天下杂志担任编辑 整个台湾的产业界 其实最弱的一环就是品牌的建立 那事实上台湾的Marketing产业 一直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把Marketing跟广告视为同等的 事实上广告只是Marketing一部分 那个在Marketing最重要的 就是要做那个一个品牌的定位 像趋势科技它就是一个 它当然是一家网路安全防毒的公司 可是它在所有防毒公司里面 它最强调的是什么 它是技术的领先者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positioning 那像这种positioning呢 就是那个陈怡珍女士 她做得非常好 张明镇 陈怡珍 陈怡化 形成的铁三角 让趋势科技在全球 伺服器安全市场占有率第一 但是他们也积极回馈社会 包括创立趋势教育基金会 推动议文 成立入水国际 协助生长者进入云端科技产业 呼应社会的需求 也打造企业的真正价值 华安新闻请选 温修专题报道 再回来谈谈您当初创业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创业的念头 创业当然是我先生张明正起的念头 那我本来是很乖的学生 一路就是好好的读书 然后本来就是希望写作 然后在出版社任职等等 但是我先生他一直很想创业 那我们当初搬到美国去的时候 就是想要开始创业的时候 那时候我也开始觉得说 我想要转换我的生活轨道了 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个 就是好像我想写作 可是我觉得我的生活经验 太有限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如果我跟他去创业 我走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 那我是不是可能有更多 不一样的生活经验 等我有足够的生活经验 我再回来写作也许会更好 所以我就跟着张明正一起创业 而且一头再进一个 我完全没有接触过也没有想象过的行业 那时候我们刚到美国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注意到 这个网路有电脑病毒这件事情 那我先生就觉得说 这种病毒的事呢 它不可能一下子就消灭 它会一直传染 所以他就看好这个商机 就想要去创业 那我们就从我们自己家的车库开始 可是那边就没有厕所 那刚好麦当劳很好 就在附近而已 所以我们每次上厕所就去麦当劳 那跟人家约谈事情 也到麦当劳去 就这样子开始了 所以您跟丈夫这样子一起创业 觉得这个角色上是互补吗 还是你们一位是 你问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好 就是怎么讲 夫妻一起创业 虽然是一起 但是在公司里头 我们还是非常地遵循 公司的一个体制 所以他是执行长 我是他底下的行销长 那我就得尊重执行长 我最后的决策 一定要是经过他同意的 在公司是这样 在公司当然是这样 对 那在家里 我们当然要平衡一下 对不对 那家里就归我管 那有一次人家就问我先生说 你都怎么称呼你太太 你在公司里头 是不是他叫你执行长 你叫他文化长 那长品哥就说 没有啊 我都叫他Honey 太甜蜜了 对 我也从来没有称呼他执行长之类的 所以您也称呼他Honey 我没有 我还是说Steve 这样 是 所以这样一路走来的 这个创业过程您觉得 你们二位的角色上是 我觉得还是有点像在家里一样 男主外 女主内 那我先生是真正的资讯本科出身的 所以他懂得技术 然后他又在HP 惠普公司干过业务工程师 所以他懂的业务 那就是他在对外比较多 那我就是当然一开始 一定是很多公司的行政的事 人事 还有因为我是中文系的 所以就是要宣传文案等等 就是渐渐变成行销方面 所以等于是分工合作 那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我们最初是在洛杉矶创业的 那行销 业务这些都在洛杉矶 但是工程师的大本营都在台湾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请出了 我妹妹 也就是现在的执行长陈一化 由她来带领我们台湾的工程师团队 那她也很好玩 她是政大哲学师毕业的 然后到美国 当然就读了这个资讯管理系 跟国际管理系这样子 所以当时她在台湾带工程师 那我跟Steve在美国 我管行销人士 她管业务跟整个的科技方向 您有提到 像您整个三位创办人 其实不小心就会变成家族企业 可是趋势今天可以成为 一个这么成功的国际化的公司 您觉得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我们只靠自己家族 是没有办法扩大的 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走得非常国际化的路线 那这样子你怎么可能只靠自己的家族去做 而且在科技界人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各国都是广东人才很重要 您以前在做人士 您最重视的是哪些特质 第一个当然要她的真正的技能 是符合我们需要的 比方说如果我是要征求一个 法国的总经理 他一定要业务能力够好 那如果我是要征求一个 在南京管工程师的 那他自己的技术能力一定要够好 那除了这够好以外 我们会非常重视的是 他跟我们的企业文化合不合 那比方说我们第一个会 不管他技能再好 我会不一定选他的 就是他可能是孤狼吧 就是说他自己一个人做事会非常好 但是没办法跟团队合作 那这样的人我们可能就会忍痛割爱 您比较一下各国的人才 有没有一些重大的差异呢 当然有 因为各国的文化很不一样 是 是 有哪些可以 那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在德国他们就说精准 我们做什么事情要很精准 所以如果我们在台湾 你知道台湾人比较具有弹性一点 所以有时候就说这样也可以 那德国人就会很生气 你就说你有一定的那个SOP 一定要这样跟随 你不可以随便就改变 那比方说在中南美 那问他们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 他们就说快乐 人生就是要快乐就好 好 那你就会很热爱你的工作 你就很快乐 那比方说在我们台湾 就有很多说爱拼在义 就很拼 新加坡人就说别当输 不能输 就是一定要赢的意思 这样子比较下来 您觉得台湾的人才 在国际间最大的优势是哪些 台湾的人才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们能够随机应变 然后能够随遇而安 那对于这种网路上的这种危机等等 好像很敏感 会特别比较早就发现说 这可能有漏洞等等 那比较不那么固执 好像可以用各种变通的方法 去达成想要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人才在这方面 当然也是我们的文化的影响 那另一方面真的也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做得还不错 所以理工人才在全世界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那台湾人才比较欠缺应该要培养的是什么 也许是一种敢于冒险的勇气 台湾人可能还是比较保守一点 不会像美国人或者是欧洲人 他们会比较敢冲 就可以做一些冒险这样子 那我们台湾人是比较保守一点 另外您还对心理健康特别有兴趣 也成立了另外一个基金会 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2001年的时候 就跟精神科医师王浩威一起创办了这个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 我们当初的用意就是要对台湾的 等于要提升台湾心理资商界的水准水平 那这个有应用到趋势科技里面吗 又怎么样加强对员工心理健康的关注 对 这个不只是趋势科技了 等于我们就有做一种叫做企业协助方案 EPS 那我觉得尤其在这种压力很大的职场生涯里头 其实很多人是有很多的压力或者忧郁 或者失眠这些种种问题 那也许不方便在公司里头公开的进行 所以我们都是协助这些企业 那帮他们提供一些课程 那同时最重要的是跟我们合作的 有经过我们认证的三十几位很好的心理资商师 那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心理资商的环境里头 那企业呢他们可以有提供就是员工 可能有的是八堂有的是六堂 就是每一个人可以有机会进行这种心理资商的协助 那当然都是保密的 我们知道另外出事科技很有名的是 张明郑先生创办的这个弱水社会企业 他在台湾其实是社会企业的先驱 就是想要用一些商业的手法来解决社会问题 然后能够兼顾商业跟兼顾工艺 这很难 但是弱水也已经做了从2005年到现在 也做了16年了 而且在海外也开了分公司 对 因为谈谈为什么那时候会有弱水社会企业这样的想法 以及他这16年来做了些什么 是 他呢就是什么事情难他就减什么去做 所以他就去做了这个社会企业 那社会企业呢就是希望说你是做工艺 可是还是能够有商业的管理 然后能够赚钱 而不是纯粹的像我这样子是捐助赞助 这个比较容易 这样可以更永续 对 那弱水企业他刚开始呢是希望帮助人家创业 创办这种工艺事业 那慢慢后来他们觉得自己必须做一个典范 所以现在呢我觉得很以他们为荣 那我们就是帮助身杖的朋友 能够经由电脑资讯的工具等等 就是尤其现在是AI人工智慧 这样子的我们去接一些这样子的案子来 让这些朋友可以在家里 那我们帮他设备好所有的资讯环境 有的只是躺在床上闲着一支笔 然后可以这样子点这个电脑荧幕 就可以完成工作这样 所以是在帮助这些身杖的朋友 有的可以到公司来 那有的可以就在家里接案就可以完成 然后他们就可以有一种独立 可以赞钱可以自立 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欣慰 出身台湾南投望族的陈宜珍 从小被家人宠爱 读书的过程也十分顺利 小时候已经想要当文艺作家的他 却为爱走天涯 跟着先生张明正远赴美国 他从中文转读电脑资讯 也投入了科技产业 展开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面对无法实现年少梦想的失落 陈宜珍引用了苏东坡的定峰坡说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继续带您来看陈宜珍一路走来 如何调试自己的心境 启迪不同的人生观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 我在这世上你要追寻自我 你要了解自己 你要知道你的天职是什么 面对镜头 陈宜珍带着一贯的笑容 分享她一路走来的心得 即便打造了阳明国际的防毒软体公司 趋势科技 作为女强人的她 在许多人心中 却有着相当温暖的形象 陈宜珍出生于南投积极镇 身为家中的长孙女 自然是极宠爱于一生 但她不仅坚持不拿家里的资源创业 还非常照顾弟弟妹妹们 那我在1990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刚到美国去念博士 在暑假的时候 我就跑到加州去看他们 就是找陈宜珍还有张明正 那时候趋势科技刚刚草创 我到那边以后 陈宜珍就给我两个钥匙 一个是他家里的钥匙 一个是他的车子的钥匙 他说那个表弟啊 那个我现在正忙着创业 没有时间招待你 你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 在商场打滚了30多年 趋势科技成功上市 陈宜珍也建立了 独有的企业文化 退下执行长大位后 陈宜珍转往从小向往的文学领域 投入资源心力 积极推广文化艺术活动 给我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针 然后温暖 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 它愿意付出 我们都知道很多 很多基金会的东西 当你没有付出的时候 它是不会给你的 那它是完全无条件的 它先给你付出 付出之后呢 你的演出或是你的成绩到 回馈到它 所以它是无所求的 尤其它对比较视为的传统戏曲 它是非常有心的 不但资助这个年轻人 多多学习 多多演戏 那对我来说 我自己就觉得非常感动 就是它有这份热情 陈宜珍始终以满满的温暖 对待家人 员工 及自己所爱的文学 发挥所长 实现追寻自我的理想 话是希望新大与陈宏斌专题报道 其实您大学读的是 原本是图书馆系 然后转到中文系 可是出国又是念 科技科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你知道那时候我们读大学 就是田志愿吗 所以我田志愿就刚好考上了 台大图书馆系 可是我在大一的时候 虽然有很多好朋友 很开心 可是我就一直非常还是向往 我从小就喜欢的文学写作 所以就想办法转到中文系去了 那终于念完了以后 就是因为跟张明正认识 然后他是读电脑资讯的 那就到美国去 那我们读中文系的去美国 再读中文系更困难 所以就转了 也跟他一样读了电脑资讯 所以您怎么认识您的先生张明正 其实我们两家是四九 所以您从小就认识他 从小认识他 不过我没有跟他玩过 是一直到大三的时候 他妈妈带他到我们家来 那时候已经都在台北了 那我祖父祖母就接待这个 世交家的女儿带了儿子来 那我那时候在台大念书 然后刚好回家吃午饭 那我祖母就说 我们家里没菜 你赶快去哪里行 地方去买个卤菜什么回来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好讨厌 一来就叫我给我拆屎来拆屎去这样 然后就是从那一次开始 又知道了他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读中文系的 你一定没看过那个 你有没有看过鲁迅的小说 你知道那时候是禁书 那我们都非常想要看 可是都没有书里看 所以他就拿了鲁迅的小说 拿了老舍的小说 老舍的 然后就说我加油 你要不要来看 那就是 所以我们也是从文学开始 所以他其实是个文青 但从交往以后 我们这样看起来 您真的就是从此就一路跟随 然后就跟着他为爱走天涯 就是您 就是他出国留学 您也跟去了 而且不是他读中文 是您 虽然您都是文青 可是您跟着他一起念 电脑科学 您没有过一些挣扎吗 没有 其实我觉得说 为爱走天涯 是讲得比较浪漫 好听一点 其实是因为我自己 有很大的好奇心 那我因为就是在一个比较传统 保守的家庭长大 那所以好像就被管得很多 那碰到张明正是一个 不顾一切社会礼俗 然后很能够开创 然后可以就是他做的事情 都是出乎人意料的事情 那我就很想去探索这个世界 所以你说挣扎 应该当然会有 尤其是有一阵子 我们在洛杉矶刚创业的时候 那时候我为了要赶快 在进入高科技的世界 这个网络安全的世界 那每天哄完小孩睡觉 我就在那边看什么 电脑保障 什么那种很资讯类的书 然后忽然间有一天晚上 我自己这样看得很认知 看着看着怎么发现 自己泪流满面 然后我就想说 我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说 以前我躺在床上看的 是红楼梦 是躺诗上司 都是一些这么浪漫的事 怎么搞得现在看这个 这么艰难的 那的确是有一种 懊恼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兼顾 因为那个领域 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 当我要投入的时候 我必须全心全意 而且要去追赶别人 所以只好完全放下 文学这方面的嗜好 但其实您并不是 就没有了自己 那对您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 探索追寻的过程 没错 对 其实说 我追随他走高科技的路 他追随我 也进入了心理学 进入了国学方面 外界常形容您们的组合 是小姐与流氓 为什么 我想他是流氓的最主要点 一开始他从来不会 照社会既定的 这种规则去做事 那从小就很皮 然后他比方说 他的穿着打扮也是 他那时候 不管是去开会 甚至上电视 他就穿着短裤 然后就是自己 穿迈克的衬衫就上去了 他不会这样西装笔挺 那讲话也会比较豪迈一点 所以有时候就会用这种形容 我觉得对他是不公平 不过流氓 你知道流氓这个字 其实在最早远 在诗经的时代 它不是不好的形容词 不是像我们现在说 老门好像会打架 就是他是到处流动的人口 他是 也可以说他是到处旅行的人 这样子 所以如果这样来说 他是的确是流氓 您记得他对您说过 最有吸引力的话是什么 就是当初他跟我求婚的时候 问我说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浪跡天涯 那我觉得你看 浪跡天涯 这样就非常非常的浪漫 他没有跟我说 跟我共主家庭传宗接代 这样我大概不会答应的 那一起浪跡天涯 就觉得蛮好的 好像就脱离了这些的拘束 您有没有什么 对他印象深刻 您刚刚有一直提到 他是一个做事情 常常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对您做过什么 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投入这个病毒这个行业 就非常的意想不到 因为最初我们其实在台湾的时候 是有做过资料库的软体 然后也做过不断电系统 那个是硬体的制造 可是当他说他要做一个防病毒的软体的时候 那的确是很让人震惊 因为那时候全世界也不过无知电脑病毒 所以他创这个去世科技最初的确是让我很震惊的 您自己有什么安身立命的 喜欢的诗句来作为您的座右铭吗 苏东坡的定峰坡可能对我的一直会影响很大 就是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那就是你一路上 谁怕一说烟雨任平生 那就是说就是这样 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 你都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它 然后觉得说围雨很好 有雨 然后同行接狼狈 他们都觉得怎么这样下雨把我弄得很狼狈 可是余独不绝 那就是观点的问题而已 所以我觉得苏东坡的词句 可能是对我最有启发 然后也一路上能够 好像帮我启迪一种不同的人生观 特别是您身为一位女性 现在已经是成功女性的典范 有没有什么心得或者是建议来鼓励 年轻的女性 我觉得不只是女性 如果女性一直想把自己 现在一个我是女性 所以我就不能够这样 不能够那样 那是你自找的 社会即使有很多的规范 你有你自己 那很重要的就是 你必须去了解你自己 往自己内心多发掘 多认识自己 然后知道自己的天秘 就是老天赋予你的 是什么样的资质 你能够怎么样去发挥那些资质 然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是可以利用这些资质去做 把它发挥出来以后 是对这个社会有帮助的 陈宜珍从创建科技事业 到投身文化教育 光阴从不虚度 她行诉企业特职 推广艺术文化 投身社会工艺充满使命感 我们期待她能为台湾的科技和文化 创造更多教会的光亮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黄兆辉 大家平安 台湾加油 华氏会客室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